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般情况下 对于普通人来讲 晋博物馆是仰望天才 朝外经典 墙上挂的都是无一例外的 让我们感动的一塌糊涂的天才之处 我们来这也是学习的 来这也是增加修养的 这是古典时代 后来到了现代主义时代 我们来这也是看他们的天才发挥 是吧 我们也许开始获得某种可能平视的眼光 这艺术家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人 他们只是拿我们所熟悉的物品 比如说把波罗克的盒子搬进来 波罗克的盒子搬进来的艺术品是很令人震惊 但是这个震惊过了以后 你发现这就是个普通的盒子 我们每天都见到盒子 安迪沃霍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每天不是看到玛丽莲梦录的美丽照片吗 把他死亡打印出来 对不对 我们每天不是喝那个 哥哥可乐罐头吗 我们上边打印出来 我我们不是要喝番茄酱吗 把番茄酱打印出来 是吧 其实安迪沃霍的意思就是 物品改变的场所 我们把它称之为艺术品 但物品是我们熟悉的物品 比如这个原因 我们发现我们近来美术馆已经不再是仰望经典和崇拜天真 我们是忽然发现 我们通过这个展览来回归某种日常 震惊过去以后会跟某种不同 对 而且让大众更有那种现场感 对 更现场感 还有跟艺术家有现场互动的这种感受 虽然不是直接跟艺术家 而是跟作品有一个 这样的话就导致了第二个节目 但是单头说现在进入第三个节目 嗯 互动 对 刚刚你说到的互动 对对对 就是我们现在美术馆不再是看墙上 或者地上摆的作品 我们再看 不是的 我们进去以后 艺术家已经用某种方式要让你介入 嗯 当然今天这个电子时代的那种电子艺术 就更多这样的一个介入 这样变得很花哨 但是至少是在七十年代开始 对对对 六七十年代他们 其实大地艺术很核心的概念 除了拒绝被砸蓝 除了铁骑鸡骑鸡膛以外 最重要的是他创造一个 大家共同介入的公共空间 对对对 是吧 不仅变得朴实 而且你会发现你其实也是也是一个作品 对 或者说你其实介入作品当中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对对 而且也 那种新气感 改变了所谓公共空间的一个定义 对对 这个这个所以大地艺术 反而他让我们获得观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就是重新思考空间的含义 然后能不能再惊讶地发现 不要以为我们 不要以为我们只是在美术馆去仰望经典 嗯 这个寻找天才 不要以为我们 是在画廊里面才去增加修养 嗯 我们生活在一个人造的环境 其实我们所有的空间都已经被人为地 嗯 嗯 当我们看到艾富尔铁塔的时候 我们会仰望工业时代的辉煌 嗯 当我们进入大陆会博物馆的时候 这个建筑本身就是一个象征 嗯 对对对 然后我们去一个广场看到一个公共的一个雕塑 你们就会被他定义 比如说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过首尔的话 嗯 有机会去首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展览馆 叫做韩战纪念馆 嗯 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雕塑 这个雕塑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国家性的纪念雕塑 嗯 就是强调两韩未来的统一 嗯 对吧 中间主雕塑 就是一个韩国大哥抱着一个北韩弟弟 哈哈哈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两边围的两排人从底下往上走 从普通的工人农民知德分子变成士兵变成抗争 然后你从天上往下看 你就发现这就是韩国国旗的佛 哦 就是这个太极国旗 对吧 对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 我们进去其实我们被他定义 哦 我们的空间是被定义的 这还是一个国家意志的定义 嗯 你不要以为只有这个定义 当你们去佛罗伦沙 去到一个著名的广场 看到铜纳太罗的雕塑 看到米开朗基罗的雕塑 你也被定义了 嗯 你被文艺复兴定义 嗯 所以 我觉得大地艺术的出现 就促使我们在思考一个空间的问题 嗯 我们能不能不被定义 嗯 能不能把这个空间通过某种方式 变成一个交流的场所 嗯 对 而不是一个被定义的场所 而我们已经被定义了太长久的时间了 我们被定义太长久的时间以后 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才是空间的主人 嗯 所有以主人灵意来塑造广场的 他的目标其实是定义 他才是主人 嗯 那么 大地艺术 当他把空间移到野外 当他把国会大大包起来的时候 实际上他已经在前一次里边 不断在刺激我们 在提醒我们 曾经的神圣应该崩塌 嗯 曾经的空间 应该是属于我们的空间 嗯 那么 如果才能体现这个我们的空间 我们能够进入 嗯 我们能够在里边 穿行 我们甚至能够跟 艺术家或者跟作品 产生一种更积极的对话 嗯 其实这是个方向 嗯 这是个方向 这是把每次往的大门打开 然后 我们把公共空间打开 嗯 因为 今天我们完全生活在一个人造的自然里 我们已经完全不能离开人造自然的所有一切 已经有人的学校跟我专门说过这个问题了 我们 不可能想象 没有水的日子 没有电的日子 嗯 没有手机的日子 嗯 没有互料网的日子 但是 我告诉你 我们已经不能想象 比如说没有塑料袋的日子 嗯 对对对 我们已经被塑料袋征服了 对对对 我们所有的干净都跟塑料袋有关系 但是我们想过塑料袋是多么可怕 塑料的污染现在是全球最可怕的问题 对吧 如果我们一旦重新回到野外 回到原始森林 我们不能过日子吗 嗯 我们不能过日子 我们已经被改造成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一直在改造自然的同时 我们一直在被改造 那么这个空间如何才能够回来 这就是艺术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路 其实大定义说 我认为它包含这样一个概念 嗯 就是解放空间 嗯 让我们介入 让这个空间跟我们息息相关 对对 而不仅不再去瞻仰经典 不再去仰慕天才 不再去寻找我的仰慕 虽然就在你身上 虽然就在他身上 虽然就在那个空间当中 我们在这个状态中 能不能够醒悟到 人造自然的另外一个问题 或者说醒悟到一种负面的可能性 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们无法完全定义艺术 但是那些艺术家 之所以还是让我们感动 或者我认为艺术的存在还是有意义的话 就是他们不断地用各种各样的 操作你的想象和你习惯的方式 来提醒我们问题所在 嗯 其实我们医生生活的问题那么多 嗯 所以 艺术如果是变成审美的话 那就没有问题 对啊 如果艺术变成我们修养的话 我们就关心我们的讲话要斯文 对对 我们的行走路要斯文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 大家都很重要 对 那么艺术是一个问题 那这个什么问题呢 嗯 为什么当代艺术总是有某种尖锐性和批判性呢 为什么总是想尝试打破这个 我们所习惯的这种看法呢 嗯 因为它是一个提醒 嗯 而人是很容易忘记的 嗯 我们在一种惯奇中生活 我们习惯了被塑造的状态 对对对 一旦被塑造不存在 反正我们会无所适从 嗯 我们完全不能回到那种状态去 嗯 那时候 那么也许艺术 将用他们的方式 比如说大地艺术 来告诉我们 大地有重要的信 嗯 空间的重要性 交流的重要性 对 对 旧有的神圣被瓦解以后 也许我们才有机会去重新反思 嗯 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对 是的 对 嗯 你 你